每逢星期二的九点到十点进行的是男人女人的眼睛 星期二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眼前充满了爱 都是我最喜欢的朋友 我是玉婷 我是Moon 我是Ashley 我是J 我这四位好朋友 男的帅女的美 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太好了 我们来讲一下男女生付钱 付钱这句这个东西象征了什么意思 我觉得在普通朋友的时候 我觉得是好像他付一次我付一次 我觉得这样子做法会比较好 如果你说买东西呢 所以我完全觉得不可以 吃饭的话我觉得厌一次 不过不要讲迷 因为这样子男孩子会不开心 第一次他请第二次我偷偷付钱 我们女生如果愿意接受男生付钱 是什么样状况 我会觉得第一次出去的话 男生付钱我是觉得OK 不过如果他要求我们AA啊 宴带的话 我就会不在我的考虑 满朋友的里面了 这些人风度有问题 这个我真的不可以接受 所以第一次AA一定奥的啦 奥啦 没有下一次 不是钱的问题 是我觉得这个人的风度有问题 以后怎么可以跟他 一起建立一个家庭 就不可能 所以如果男孩子每次请你吃饭 他都出钱 而且带你去很好的餐厅吃饭 也出钱 你开始接受了 代表你喜欢他对吗 如果这样子我就开始喜欢他 如果他出了那么多钱 他会买一点的物件 我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如果他是那么有风度的人 可能我就很难去给钱 所以我就不喜欢他 就好像白拿这样子 不过我又很少都认识他 我就会买一点小礼物 哦 还可以约了下一次见面对吗 对对对 这个方法为什么年轻人不认识你呢 哈哈哈哈 婚前你会比较计较 嗯 呃 不会 婚后你也不计较 没有 那都是你出钱 呃 不是 他会不会很很会控制丈夫的钱啊 呃 因为我们刚刚一起的时候 我们拍拖大概三个月 他就把他自己的saving account 加了我的名字进去了 哇 之后我们的钱就没有分开过 以后他穿到多少钱 他都会给我 就说你们两个钱就要二合一了 对 二合一 他自己付出钱了 三个月后这样做 你就应该懂他的意思吗 我有一点吓到 OK 三个月啊 三个月 你魅力真大 三个月 我有一时给他吓到 什么都把财产什么东西都给你了 呃 我一个月他就跟我妈讲要娶我 我妈吓到 所以慢慢来 慢慢要看对方家 原来你那个 你现在实在太厉害了 有一点风 真的 他是风子 他是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的 搞不清楚的 我真的不好 对 我真的不是 因为女人能够让男人三个月以后 那个存款就写你名字 我真的不是 他刚才讲一个月就想跟他结婚了 真的 真的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 钱在男女关系里面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钱是快乐的 支援 真的 是 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钱才会快乐 是 所以你们觉得钱对于在爱的面前 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我觉得 金钱 上面的 我觉得很重要是真的要推药 因为很多朋友他们 他们 老公吵架都是因为 我给到老师娘的后面 还有多少钱 所以我的最好是我先推药 例如 他给我的妈妈 他就会说 我妈妈就不觉得好 他一定说不要老一样 所以他的那个讲法都不一样 我知道你的前进就是退后 对 我们没 打黑其 我今天念文章里面这篇 对 他有时候买的东西 可能你会觉得 真的很浪费钱 不过你还是退一步 你就会跟他讲说 我帮你找一些比较便宜的 可能在这边买会比较贵 在那边买 便宜三十块 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多心的人 就是你不阻止他 但是你会转 我带着他转一下 我完全不会 因为我觉得 他偷偷买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跟你讲真话的时候 你要把他退出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你老公不好 不要偷偷买 这是孟的功夫 三个月之后 这就是孟的功夫 每逢星期二的九点到十点 男人女人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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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